不对 就在梦境当中 凯颜天尊也梦了 刚刚他都准备好复死的准备 可这些杀笔 竟然所有的神通都轰击在侧面 甚至还在那里狂笑得意 金蛋那边也差不多 他们打着打着就往一旁打 好像金蛋换位置了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疯子 不过当感受到梦境一道的气息之后 瞬间明白了 这些物神镜都终梦树一道了 也借着这个机会 他立刻放弃化石雷来到凯颜天尊身旁 可是让他疑惑的是 到底是怎么强悍的梦境一道 居然能够让物神都不知不觉地陷入梦中 谁 青川人问出了他想要问的问题 并望向后方的一条通道当中 但那里并没有人出现 反而是天根之前 金蛋的头顶上不知何时站着一道巧影 正是梦谣 刚刚的一切也都是他所制造 他早就在金蛋斩地七雷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一直都在翘无声息地布置梦境 不然的话 就算是他也没办法 能让如此多的物神镜 在刹那之间进入梦境当中 不管你是谁 你都得给我去死 青川人等可没有时间继续耗下去 各个施展神通向着梦谣轰击而去 毁天灭地的神通 瞬间将梦谣所在的地方笼罩 化作一片虚无 可青川人等还没有来得及狂喜 四周场景再度一变化 做一片花海 很明显 他们并未脱离梦境 这里依旧是梦中梦 该死 青川人等大能脸色难看 他们居然碰到了最能困敌的大道之一 梦道 诸位 何必着急破梦而出 梦中最虚幻 更能满足诸位的一切所想 为何不与我共伦梦境当中 享受这难得的时刻 梦谣缓缓开口 加上他本就魅惑动听的银铃 更是能够牵动众人的心 就连青川人等也是微微恍神 差点就真沉沦其中 不过他们很快也清醒过来 同时也真的开始焦急起来 先是石方 再是基颜天尊 又有金蛋 现在还多一个得梦境的谁为家伙 要是真继续下去 天根真的就要西光了 青川人喊道 诸位道友别再藏了 再藏天根 就真的要被吸收一空了 赶紧有什么破开梦境的神通都拿出来 众人自然都明白这个道理 也知道不能再拖下去 不然的话 天珠真就没了 斩魂刀 太若震神觉 天阴阵 各种天品神通 尽数施展而出 皆是针对幻境梦境一道的神功法宝 公鸡轰击在梦境当中 一层层梦境被不断地撕裂开来 尽管撕裂后还是梦境 但他们却能够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清醒 很明显 公鸡的方向是对的 继续 青川人喊道 梦瑶眉头紧锁 每当撕裂一层幻境 他都会遭受反噬 如今更是嘴角流血 妖妹的脸蛋也越发地惨白 对此他并不意外 尽管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杀灵海境 但面对物神境 终究是境界太低 哪怕梦境一道达到物神境 依旧是不够看 可是如果这般继续下去的话 方尘还未突破完成 他就坚持不住 我来助你 突然 一道鹤声响起 端木星率先抵达 背后八卦罗盘 显现出 梦瑶见识端木星微微一正 不过他的反应也很迅速 知道端木星和方尘是兄弟关系 见其背后八卦罗盘 自然没有任何拒绝 双手结印 背后出现一棵巨大的红色大树 树上结满花果 要是方尘在这里 必定能够认出来 这棵大树也是世界树 端木星双手虚空一个 盘旋如太极 八卦罗盘笼罩整个战场 并且与世界树合二为一 梦道和推演一道 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二者融合在一体的刹那 顿时天地色变 青川人等的梦境 一变再变 他们有的 回到自己小时候 也有的梦见自己 踏入雾神境三重 成为圣境的皇 端木星的八卦罗盘 算出他们心中 最为脆弱的心境 梦瑶将场景创造而出 可就算如此 还是不够 他们能成就雾神 自然不是他人 所能够比拟的 意志方面万分强悍 哪怕两个妖孽联手 梦境还是被层层破开 哪怕有世界树加持 也是如此 他们也只能望向方尘 希望他能够快点 但同时他们也明白 突破灵海境 哪里有这般容易 何况还是像方尘这般的妖念 了得了得 梦道和推演一道 竟然能够困住雾神境大能 确实逆天 也在此时 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海长流 苗月和方雅 纷纷抵达 至于刚刚开口的 自然是海长流 不过他又感慨一声 道 可惜的是 你们两人境界都还太低 要是同等境界的话 杀了他们都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 费什么话 赶紧帮忙 端木星喊道 海长流望着 正在突破的方尘 唏嘘道 居然靠吸收天珠来突破灵海境 还真是个大疯子 就不怕 把自己给撑死吗 他盯了好一会儿 突然嘴角微微上扬 心中似乎有了什么算计 不过他并未表现出来 而是大手一挥 刹那间 漫天傀儡飞出 如同暴雨般 冲向青川人等 而一旁的苗月 也并未闲着 双腿一划无尽 骤力 进入傀儡当中 所有的傀儡 就像是活了一样 实力也更上一层 骤婷 如此一目 孟瑶瞬间知道 这群人的来历 他眉头紧锁 根据记忆这个骤婷 十分不简单 看似是顶欲外围的势力 实则早就将 手伸入内围当中 甚至连顶尖种族 他们都敢动 而那些被他们 动过的种族 却是拿他们毫无办法 是个让万族 都伤脑的势力 和他们接触 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现在事态紧急 尽管不喜欢这个势力 他现在也不会说什么 于是 孟瑶 端木星 骤婷等等 一同联手 这才勉强地 将众物神暂时困住 但这始终只是暂时的 很快这些物神 便能够破开梦境 现在他们只有期盼 方尘能够将最后一程吸收 并突破灵海境 此刻方尘突破 也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 他的石海和天海 此刻正发生着 天翻地覆的变化 化作剑魔 剑神灵海 而在发生变化的同时 他的双海 还在不断扩大 明明已经到了 宗师破灵海的极限 但还是在继续 已经是精神世界中 方圆百里大小 要知道 突破的修士 也就方圆十里 这般已经是 灵海境六重 所能够达到的极限 但对于方尘而言 还没有 并且 单单只是转变灵海 他就已经消耗了 足足三成的天根之力 直到方圆一百三十里 双海这才彻底的饱满 也在此刻 石海也转变灵海 只剩下最后的一步 但让人震惊的 是他居然遏制住 石海转灵海 不让其彻底转变 之所以如此 并非是他不愿 而是不能 因为主石海是剑神海 一旦转变 那就是主剑神道了 所以 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 将双海合二为一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 他的这一举动 必定会震惊地语无伦次 合并天海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不是说这不可能 也不是因为太难 而是太蠢 当今物神 基本都做不到九天海全开 也就只有六大族的那几位才做到 其尊贵程度不言而喻 可以说 天海的开启 比林海静的突破 还要困难上二十倍 当今时代 林海静平均开启天海 也就二层而已 可谓是低得吓人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这辈子 都无法踏入物神境的原因 天海太难开启了 比突破境界 还要难上十倍 乃至上百倍 像方辰这般 想要天海合一的 也曾经有人试过 并且还成功了 可他除了让念力 更加的强大几分之外 没有其他的好处 可有可无 没有任何的区别 之后 有些人不信邪 还继续尝试着 但基本都是这样 渐渐的 也就没有人 再做这般愚蠢的事情了 方辰能在宗师 开启一天海 已经是天地的莫大恩泽 更是无数林海静渴望的 一件事情 可他非但不珍惜 反而是要融合在一起 简直是暴殿天物 愚蠢至极 方辰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不一样 他修炼的是神魔剑体 要是天海是神 魔分离 那又怎么能算是 神魔剑道呢 所以他必须要让 二海合一 就跟道俏一样 而这般做 他想要踏入物神境 那就要比其他人 开启双倍的灵海 也就是十八层天海 然后再融合成神魔天海 因为他日后觉醒 天海要么是剑神海 要么是剑魔海 这就是剑魔和剑神 带来的力合璧 他仰天长叹 真逆满难 但随即一笑 但又如何 这一路来我何时不难 下一刻他目光坚定 没有任何的犹豫怒吼道 何 轰隆隆 二海从上而下开始合并 因为二海是由剑魔剑神 点不而成 也是他们送给方辰的机缘 二海融合之时 双方竟然没有像之前 何窍一样困难重重 反而是意外的顺滑 就好像是二人本就一体 有着什么剑情一样 方辰也没想到 融合起来竟然如此的顺利 诧异不已 不过 想了想他也就明白了 不管是剑魔海和剑神海 都是本尊一丝神念所点化的 尽管双方很不对付 更是从太古打道至今 可越是交战双方 对于彼此越是了解 对于他们而言 想要让双海的剑神道剑魔道 完美的匹配 实在是太容易了 加上还有天根之力 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那都不为过 很快 双海碰撞在了一起 但这一次 却是连微微的震动反馈都没有 彼此就好像本来就是一体的 接触便是结合 而望着二海的结合方尘 竟然颇有感悟 就像是参悟大道一样 参悟的还是剑神剑魔亲自赐下的大道 10% 20% 50% 二海结合的速度很快 也很完美 方尘天道神魔谷全力展开 道同开启 参悟着神魔 嗯 这遗物却是让方尘一正 剑神和剑魔的大道 尽管契合得十分完美 可以用无懈可击来形容 可当他参悟到为何能够如此弃合后 却是有些错愕不已 因为二者的弃合竟然依靠的是战斗 没错 就是战斗 双方彼此碰撞厮杀 随后 双方都以同归于尽的下场结束 然后就融合在了一起 神奇的是 双方每一丝能量都是以同归于尽到中 就像是双方都是千万大军 并且还混战在了一起 可诡异的是 双方每一个士兵交战的结局 都是完美的同归于尽 最终千万大军尽数死亡 皆是同归于尽 这是最让方尘震惊的原因 因为他明白 想要控制到这种细致入微的境界 到底有多难 就算是物神进来了 也绝对做不到 但剑神剑魔的一丝神念 却是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 这就是上古剑魔和上古剑神吗 一丝神念就如此 要是真身来了的话 那得到怎么样的境界 反正他是知道的 现在的自己 哪怕是物神进的自己 只怕是很难做到 或许到了物神进后期 还有那么几分希望 可这个境界 已经是齐天大陆的顶端了 自己真有踏入这个境界的那天 不是他迷茫 是这条路 实在是太过艰难 就像是这一次的突破领海境 要是没有天根之力 要是剑神剑魔的一丝神念没有出现 他真有可能踏入领海境 都是个未知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八十 外界并没有方尘精神世界中 那般的平静 甚至可以说 已经翻天了 因为在天珠之上 那将小半个天珠笼罩的乌云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两片 笼罩整个天珠的天海 一片天海魔气汹涌 一片天海神力通天 而它们皆有着一个特点 那便是剑气浩荡长存 整个核心域都能够看到 这笼罩在天珠之上的圣境 凡人望上一眼 都会被这二海当中的神剑 魔剑之道所伤 哪怕是修士 只要是领海境以下者 都会被其影响 那是什么 神 魔 天珠为什么会有这两大道 怎么看上去 好像是领海境的天海啊 还真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核心域中议论声不绝于耳 今天注定会是 它们最为难忘的一天 天珠光耀 一向四起 雷威冲天 二海神魔 任何一件事情放在任何时候 都是震动圣境的大事 而它们却是在同一天发生 难道今天真的就是 圣境改朝换代的时候吗 但就在它们议论之时 下一幕却是经得它们语无伦次 皆是瞪大双眸 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因为那飘荡在高空之上的神海和魔海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融合着 神魔乃是不死不休的死敌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就连修炼两刀的二者碰在一起 那也是你死我活 可天珠之上的神海和魔海 竟然想要融合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倒反天罡 绝对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 没错 这一项是给我们开玩笑吗 居然想要表现神魔合一 简直是可笑至极 就是就是 这怎么看都像是笑话 众人震惊过后 则是觉得可笑 哪怕这是天地一项 它们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下一幕 神海魔海 在触碰到一起时 竟然没有相互排斥 真的在慢慢融合 神懂此道的修士们彻底猛了 特别是修炼神道和魔道的修士 更是如此 我的天 这是我能看的 变天了 真的变天了 神魔合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说这是一条死路吗 不知道啊 它们真的猛了 也没有人往突破的方向去想 因为灵海境突破 压根就不是这样 也不会有这般大的阵仗 就连雾神境突破 也没那般大 但它们不知道 在雷七宫群山的众人却都知道 双皇和紫园的交战 已经到了最为激烈的地步 此刻紫园身上皆是伤痕 嘴角挂血 脸色惨白 很明显已经身受重伤 即将坚持不住 但就算如此 它依旧是拼命和双皇交战 哪怕这样做 会导致它根基近毁 境界倒退 甚至是无法修炼殉命的风险 可它依旧是不管不顾的厮杀 这也让双皇不敢分兵前往天珠 因为它们明白 要是这样做得的话紫园必定会献祭自身 直接抹杀留下来的皇 所以 哪怕是知道天根要被毁 它们也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只能心中不断大骂青川人它们这群废物 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阻止方尘它们 它们自然也是看到天珠之上的神魔之海 也被这一幕给深深震撼到 哪怕是在鼎域内围 只怕也没有林海静的突破 有着这般的阵仗 不过它们猜测 这是因为对方吸收了天根之力的原因 但这也让它们更加的震惊 能够吸收天根之力这般久 那人绝对是妖孽中的妖孽 该死 这到底是谁 圣皇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这第四方势力会是谁 明明一切都在它们计划当中才是 可现在想再多也无用 只有尽快解决紫园才能赶过去 不过二皇都明白 只要神海魔海彻底融合在一起 那天根之力就会被完全吸收 到时再赶过去也已经晚了 紫园也明白这个道理 哪怕此刻游进灯窟 他也不断在心中呐喊 再坚持一下 就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了 很快就成功了 神海魔海不断地融合着 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二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八 就差一点 紫园亡命般的轰击 婉绝美的脸蛋 满是最后的倔强 就差一点 楚慕方望着即将见底的天根之力 不断起斗 就差一点 梦瑶 端木星双手颤抖 二人也即将到极限 快啊 海长流也是不断怒吼 特别是看着自己的傀儡 一个个被毁 更是肉疼至极 这些傀儡 可都是他亲手所杀 再是亲手炼制 现在居然就这般的没了 可现在他已经入局 就算是再不舍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快破啊 青川人等也在不断地喊着 这一刻他们是彻底地焦急起来 轰隆隆 当99%的刹那 梦瑶等人还是达到了极限 梦境被彻底破开 他们所有人尽数被震飞出去 不停地咳血 脸色惨白无血 身负重伤 现在的他们想要动弹一下都十分艰难 青川人等破开梦境之后 并没有杀了毫无抵抗的梦瑶他们 而是纷纷奔向天根 众人都已经没有能力阻止 金蛋和凯颜天尊有心想拦 却是被挥手震飞出去 楚木方动用小族赃 四周墙壁无数触手向着他们冲来 却也被他们随手甩开 青川人率先抵达天根之前 手臂化作一杆长枪向着天根袭来 该结束了 他兴奋地喊道 这一局还是他们赢了 梦瑶 金蛋 凯颜天尊和端木星 皆是面露绝望 方尘离完全突破就差一步 但这一步 快不过青川人的一瞬枪 除非有奇迹 可是奇迹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只怕这一次 不会再有了 等等 你们看那是怎么回事 突然凯颜天尊喊道 众人愕然地发现 本该一瞬 就击中方尘的青川人 在靠近方尘仅有武藏的距离时 速度突然变得十分缓慢 就好像 是被定住一样 不仅是青川人 其他大能 不管是神通还是人 只要冲进天根武藏距离之内 都是这样 时间一到 很快青川人他们反应过来 同时也注意到 天根之中 有着一大钟 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正是空天钟 原来方尘在进入天根时 就将空天钟放在外面 一旦有人靠近 就会启动 尽管只能延迟敌人的攻势片刻 但对他而言 能是一点就是一点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一点 救了他的命 碰 不 天根爆发出最后一声巨响 闪耀着最后的辉煌 照耀着整个奇枯圣静 其他七大枯珠 纷纷感应到天珠的陨落 也都爆发出璀璨的绿光 恭送着天珠的离去 整个奇枯圣静的花草树木 开始摇摆不断 各种荧光散发而出 这一刻 整个奇枯圣静 都被点亮了 就连灵族 都能够看到这一幕奇景 皆是遥望 各域的黄野都被惊动 腾空十万里高空 眉头紧锁地 望着奇枯圣静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 奇枯圣静这一刻的种族气韵 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像是更加的辉煌 但这种辉煌 又有几分诡异 明明比之前要弱小 却又感觉比以前更加强大 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 可他们都知道 此刻的奇枯圣静当中 必定发生着什么大事 内众玉 宣承 蒋欢欢望着远处那亮起的枯珠 心中莫名涌起激荡 不知为何 他能够感觉到 天珠乃至整个奇枯圣静的异变 必定和方臣他们有关 但不管是什么事 他都只有一个期盼 那就是公子无事 第七重雷狱外 难道望着天珠长叹一声 道 爱 该来的还是来了 天珠一灭 只怕有黄即将陨落 就是不知是乃未黄 已经面目全非的九重雷狱 当天珠爆发出最后的光辉时 紫园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碰 树皇和圣皇的神通落在他的身上 他瞬间倒飞出去 肉身残破 不堪入目 不过他残缺的脸蛋上 却是洋溢着一抹笑容 一直紧握不放的足葬和长枪 也终于是松开了 轰隆 他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之上 将本就残破的深坑 又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来 而他的气息也变得十分的微弱 像是随时都会殒命了一样 但就算如此 即将殒命的他 还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成了 终于是成了 天珠能量吸收一空 从今往后奇枯圣境 只会有一位皇 尽管这位皇不是自己 而是圣皇和树皇的其中一人 但不管如何 他想要做的事情 终于是做到了 他也挂着这一抹笑容 彻底地昏厥过去 生死不知 树皇和圣皇并未再理会他 此刻紫园的生死 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们望着天珠爆发出来的最后辉煌 眼中皆是闪过一抹无奈和决然 下一刻轰隆一声 双皇神通碰撞在了一起 天崩地炼 出手就是杀赵 树皇盯着圣皇 淡淡说道 天珠已灭 看来这是命中注定 你我只能存活一人 圣皇不可置否地点头 但对于自己 还是充满着自信 你说得不错 但这最后的圣者 很明显只会是我 你我交战次数 不计其数 你可从未赢过 树皇并未因为这儿遭受到打击 反而是战役越发汹涌 或许属于我的胜利 就在今日 那是痴心妄想 下一刻 双皇再度碰撞在了一起 这一战 他们彼此注定要分出胜负 而对于毁掉天珠的方尘等人 现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天珠被毁固然可恨 但紫园的话确实没错 当天珠毁掉的刹那 二皇并未感觉到 奇枯圣境的气韵 并未有太多的反应 更没有任何的减弱 反而是气韵越发的集中 可以说 天珠被毁 蕴含的气韵只是消散了一小部分 但大部分还在 并且通过根系 被其他的七大谷珠分别吸收 当然 这般的下场 就是打破了当今圣境的局势 不再平衡 也不需要两位皇 只需要一位就足够了 那么 他们也就只能有一位皇活着 独掌大权 这恰恰就是 他们想要的 也说明 该到真正分生死的时候了 碰 双方再度交战在一起 而这一出手 就是全力攻之 而在天珠之内 方尘猛然睁开眼睛 此刻的他 气势雄厚 恐怖凌威翻涌不断 乃是真正的灵海境大能 但不仅仅如此 他的灵海 在完全融合刹那 再度增大 变成方圆二百里大小 念力更上一层 达到灵海境巅峰级别 同时 肉身境也再度突破 达到天体巅峰境界 小塔也再度开启 而且是连开三十一层 和三十二层 但让方尘最为兴奋的 可不是如此 当他双海合并的刹那 主修神闻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就是神闻的神魔二字 此刻再度一变 神闻从一开始的金色 转化为了白色 并且在其字体边 还多加两层金矿般的环体 大到之微汹涌 而这般变化 要是让那群灵海境大能 看到了 必定会震惊不已 因为这般的神闻 乃是二级神闻一 要知道 哪怕是林海境后期 能够觉醒一枚二级神闻 那都极为了得 是妖孽中的妖孽 而方尘刚入林海境 就直接拥有二级神闻 要是被他人知道 必定会轰动整个齐天大陆 不仅如此 他的轮回道文 也在突破的刹那 觉醒为真正的神闻 除此之外 还觉醒了 树 圣 枯 谷 天舞梅道文 并且都觉醒为了三级道文 如此的话 他就有了两枚神闻 和近三十枚三级道文 同时 方尘的神魔天道谷 神魔双臂 雷影剑斥 神魔双脚 剑魔左腿等等 都再度精进 达到天品二阶级别 别看仅仅只是一个小阶的突破 其能力暴涨 却是之前的三倍有余 同时 轮回世界术的九应轮回 再度被激发 但方尘并未直接感悟轮回 而是压制 因为轮回感悟尽管短暂 但现在的局面 真的不适合去感悟 而是得先将眼前的局面给解决 而要说 此次他突破得到最大的好处 其实并不是这些 还有其他 天根爆裂开来 整个天珠都在剧烈地颤抖 但是想象当中的倒塌并未发生 当天珠彻底暗淡下来之后 天珠再度陷入寂静中 只是比之前枯萎的模样 更加地枯萎 这一次 真的再也没有任何的生机 该死 被轰飞出去的青川人 脸色难看 他们最终竟然没有阻止方尘毁根 这些可都是楼野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雾神镜啊 楚慕方热泪盈眶 成功了 终于是成功了 他们数百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终于是成功了 从今往后奇枯圣境局面将会大变 相信不会再内斗一下 哈哈哈哈 凯言天尊 哈哈大笑 是他将方尘喊来的 并且告诉他这个办法 他能够成功 自然是他最为高兴 金蛋也是高兴 作为方尘的灵兽 他自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主人的强大 廖望仙愤怒不已 他感觉到莫大的羞辱 望向天根之中的模糊虚影目光 也是杀意满满 突破了又如何 区区领海境又能如何 吞我足契月 你觉得 你能够活着离开吗 给我去死 廖望仙腾空而起 一掌向着天根当中的方尘拍去 凯言天尊等人大急 想要出手拦住 但他们早就已经游进登窟 压根就出不了手 只能绝望地望着这一幕 一掌落下 天根所在的位置 瞬间化为虚无 但是 在这恐怖的能量之中 方尘身影依旧挺拔 并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 呃 感谢观看